那时耶稣尽了各法庸 有个白夫长前来找他 狠求他说 主啊 我的牧人痰瘫了 在家里躺着 非常痛苦 耶稣说 我去治好他 但白夫长回答说 主啊 我当不起你到我写下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牧人就会传遇 因为我是服从上级命令的人 我手下也有些士兵 我对这个雪去 他就去 对那个雪来 他就来 对我的牧人说 做这件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了 感到很惊讶 就对跟随着他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种信德 我在以色列从没见过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要从东方和西方来到 参加天国的宴席 与亚巴勒罕 伊撒格和雅各伯一同坐席 但本来乘计天国的人 反而被驱逐到外面的黑暗里去 在那里哀号 又咬牙切齿 然后耶稣对白夫掌说 回去吧 就照你所顺的 为你实现了 就在那一刻 他的牧人传遇了 耶稣尽了百多六的家 看见他的恶母病了 躺在床上发烧 耶稣摸摸他的手 烧就退了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旁晚 人们把许多父母的人 带来见他 他一句话 就驱逐了邪灵 患治好了所有患病的人 这样就应验了 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他承受了我们的脆弱 担当了我们的疾苦